我们先刚刚搬带说 实习作业第14周的实习作业 直音速分解不是很熟悉 所以老师再做一次试试办 怎么做直音速分解 这题用到回圈的一个进阶的写法 有点水准 我们看萧辉老师怎么写的 直音速分解的过程中文字写很多 看到那么多字其实就不是很想看它的 所以我试着把这边做直音速分解的例子给你看 有一个数字 我们就有个问题 我们问说2可不可以整出 不能整出 所以2不是直音速 我们有个问题 3是不是可以整出 3可以整出吗 可以整出我们就去除它 就剥一层皮 把它除以3 除完之后我用个计算机来算一下 你看喔这边有个计算机 计算机准备好之后呢我们直接做 那个 一层一层剥皮 这个剥皮是一个形容词很重要的形容词喔 我们有个257499 他除二可不可以不行有小数点 所以呢不可以 我们就再 还回去 25 257499 我们想看一下 如果我们 取 3的余数 除以3 诶整除了 所以这个数字被剥一层皮掉了 数字除完之后因数分解 3被除掉 所以ok 就是加1 有一个 就算一个 正字标记码写个正 正字标记的正 画正就是乘一个码 一个3 然后我们想问 3还可不可以再继续整除 可不可以呢 再除3试试看 诶又可以整除了怎么办 这边就有两个3 所以就是有个3 有个3 然后我们看有没有第3个3 再除个3 又可以整除 太夸张了 这是因数分解 第3次 又除个3 这样除下去 所以4 3结果ok 可是呢 我再除第4次3的时候呢 靠还可以除 太可怕了 那我再除第4次3 那第5次总是不行了吧 除第5次 死掉了 对不对 再乘回去 这个数字不能除以3的 所以3用完了 下个问题 老师 那 要用什么 下个数要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个秘密 子因数分解 你一直除下个因数应该是5 可是你怎么知道下个因数多少 根本不知道 所以有个秘密 这秘密是管他那么多 我就是 这样写 Q 2可不可以呢 NO XXX 不行 然后呢下一个就是 4 4可不可以 你说老师啊 4不是直音数耶 我说我知道 4不是直音数 可是有个成奇的技巧 这技巧 就是说 如果2当初不能整除 4也不能整除 所以我虽然是了4 可是马上就知道他没救 所以4也不用看 所以就Q 就做5 再去做 问说他可不可以整除 所以结论 我要问的数字就是2345 直接问下去 问到谁呢 问到自己本身 一直问就对了 问到自己本身就做完了 说老师就这样做吗 说对 我们看程式嘛 这个认识 include cdl.h 这个认识 int may 还是我们先读进个整数n 所以就int 整数n scanf 读进个整数 再n读进来 精彩来了 4回圈 inti 等于2 i 等于2 i 等于2 i 加加 回圈 做if 我先选if i n 这个数字 i 如果等于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他等于等于0 太好了 那我们就 印出 i 这个数字 我把i 这个数字印出来 可是呢 你要看一个很悲情的数字发生 i 这个数字要印出来 然后我顺便印个跳 很好的 如果整除 我就印个数字印出来 好 我们执行结果看看 那当然这些我先把它删掉 等一下再贴回去 执行自制测试 同时我刚刚这边 哇老师好可怕喔 对了这种故意秀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直音数 一定有秀出来 可是呢 其他数字有什么出来 因为我忘了剥皮 如果有整除 不只要印数字 刮好刮起来 还要再剥一个皮 印出数字之后呢 n 等于n除以i 我把它做 刚刚那计算机的整除动作 什么整除动作呢 如果整除就给它除掉 有整除就除掉它 所有整除除掉它 我们再看一下 执行的结果 变什么样子 执行一次 1 有出来了 3 11 5 有出来 可是呢 老师 9 为什么出来 因为 这里 不能写一幅 那要写什么 写坏 坏 就是如果有 就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剥皮 剥一只皮 剥两只剥三只皮 重讲之后 衣服先写出来 可以印出重复的数字 这叫什么 因素全部秀出来了 所有的因素都秀 可是我不要所有的因素 我其实还 没有说因素 我希望因素运转 可是我其实希望是直因素运转 怎么办 皮就继续剥 剥一次两只三就一直剥皮 所以我就把这衣服呢 改成坏回圈 一直去剥皮 剥剥剥 看能剥出几个 我们再看一下执行结果 剥剥 3剥了4次 11剥了1次 17剥了2次 太棒了 所以结论 普印的f 这个数字不是在画画里头印的 它是在 画画的外面印的 画画里头 专心的剥皮 画里头专心剥皮 剥皮的同时呢 我们还做个奇怪的数字 int count 剥几次呢 现在剥0次皮 如果我可以成功剥一次皮 count++代表我剥了一次皮 所以呢 if就像那个老鼠屎一样 if count 大于0的时候 如果count大于0 代表我有剥皮剥成功 我就印出两个数字 现在剥皮的i是多少 好第2个 你到底剥了几次皮 好我们程式写完了 我们看答案对不对 答案就对了 我们直接送出去 答案也对 这题是简单 因为它只有弄到回圈 还没用到整理 这题都通过了 我们再看一下几个随机设置 它都会是正确的 到底要怎么算出来呢 它算出来的诀窍 是 翻三不取 1 先有读进资料 step1 我记得中文字节 step1 step0 读资料 read scanf 这个我们会 第2步是这个 step第1步 要做什么 去检查 检查谁呢 检查i 检查 检查i i是从 2345... 到n 全部去做检查 怎么检查呢 这个 step2 就是做检查 或是这样写 if 圆挂 n i 等于0 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也是检查 这个检查叫 step 第2 点 二支 一步 检查 这叫二支 二步检查 这两个看起来一模一样 先用if 检查看能不能整除 这样会要检查 其实是先写 其实是先写if的检查 记得 if检查完之后发现一次if不够用 它要除三次除四次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第二次检查怎么办 所以我就把if 改成 坏 改成坏 就可以一直检查 改成 坏 就可以检查很多次了 那 知道检查第2次 反正一直检查嘛 那剪辞的时候 每次检查 整出 step3 一旦发现 很幸运 有整出 就 剥皮 剥 Vel 剥皮 剥皮是什么 一个数字当初是这么大数字 我就剥一个三剥掉 剥两个三剥掉 剥三个三剥掉 就一直除 可以整除就是有没有余数嘛 就给它除掉 就剥皮剥皮剥皮 而且每剥一次皮 step4 每剥一次皮 就要数一次哦 每剥一次皮就要数一次 就多一次 就要多数一次 多count的一次啊 count就是数啊 数东西就count 手指头数几次 就数啊 数啊 数到不能整除 不幸运了 没关系 你已经有i这个分母了 你也有这个数几次了 所以有除的那个数字 因数 跟值因数 跟这count都拿出来 我们如果count大于0 所以count一开始0 就代表没有剥皮 这个是 好朋友 step 4之1 就是一开始 我们先写什么 一开始其实 还没数 就是 还没拨码 还没数 一开始还没数 i这个数字 i这个数字 可不可以整除呢 一开始不知道能不能整除 可是有整除就加加 所以一开始没有整除 回圈之前先 有没有整除 中间回圈 去做加加动作 所以 step 5 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 如果 有 如果有整除 如果有数字 有数到 那就印 就把它印出来 所以第五步就 如果有数到就印 一开始是没有数 就没有数 因为这回圈就在这回圈有开始数 数波一次比i i等于3 3数一次 加1 3数两次 4次 3次 i数了4次 算了4次之后 那就大于0次 那我就把它印出来 这就是今天这题 值因数分解的解法 我把它存档一下